前两天拍了个段子 讲了讲我在少年儿童核顿中心的事 很多老铁留言 看见大家很多的去过 我也觉得特别的惊讶 这期跟大家再讲一讲 他的游戏机的机房 用的设备应该是在全国是最先进的 两种一种是我面前的这种卧室街机 卧室街机当时玩过有魔戒村 有战场之狼一带 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游戏 现在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因为毕竟那时候就是比较小 大的机器呢就是这种做事的 低初代 AC初代游戏就比较多了 有影子传说 有联合大作战 有虎视直升机 还有轰炸东京 等等等等 种类是非常多 当时要玩一个机器 旁边要排很多的孩子 就等着 大机器是白色的 白色的金属臂 小的这种卧室机器用的是黑色的代币 那个时代 北京很多游戏厅都是四毛钱 五毛钱一个币 那个地方一直是两毛钱 价钱也非常便宜 机器呢还特别新 都是一些外面看不到的一些游戏的基板 所以很多的北京的孩子 甚至周边的孩子 周一到周五都是人满为患 在那排队 比如说算是一个青少年玩游戏的一个圣地 一个福地 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的一个内部资料介绍 非常的珍贵 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是当时刚落成的样子 这是它的logo 一个小豆芽 一样的一个徽章 寓意着轴壮成长吧 它在北京西城区官园地区 对面以前是花鸟鱼中市场 孩子们在这个科技馆里面玩完以后呢 出来就可以吃一些北京当地的小吃 比如一些炸罐肠啊 馅饼什么的 还可以买一些小玩意儿 非常的幸福 这都是咱们国家的一些领导人 对少年儿童的活动的支持 这个馆当时可以说 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科技馆 但是我十多年前吧 去过一回 已经破落了 很多设备都已经生锈了 木头也朽掉了 一直没有更换 当年的科技馆 里面很多的设备 让很多孩子觉得特别神奇 包括这个汽球车 登自行车 然后这个球通过这个气往上顶 可以看那个时候的孩子们穿着衣服 校服什么的 这几孩子特别像我那时候 背一个书包带个红领巾 这是一个什么科技馆一脚抛物台子 这个是人体灵敏测试仪 可能有点像电流系吧 测验你的反应能力 这个是眼球模型 人的眼睛是构造 怎么是得近视的 一个老师在这讲解 这个女孩像我们班同学 真的真的 特别像 图书馆 这都什么 联欢画 那个时候 娱乐活动特别少 有联欢画看都已经不错了 我国的那个山川山脉 这俩小姑娘化着妆 一看就是刚跳完舞 这是跳完民族舞 刚说跳舞就又来了 这是体育厅内的艺术体操 那个时候 不是一般的家庭 能承受得起的 那时候能练这种功夫啊 武术啊 舞蹈 了不得 这个我玩过 说的是上海人民政府 赠送的一个飞机的模拟客舱 进去以后 这个整体就能懂 模仿这个飞机起飞降落的这种状态 我记得这个是 几块钱吗 一分钟还多少钱 反正不便宜 男生女生统一 背的好像都是军化 没有别的 这是孩子家长 带着小宝宝 现在这孩子 顾目着 也不小了吧 也要三四十了吧 这是一进园的那个 三个少先队员 做迎接的姿态 一个汉白玉雕刻 这些是来中心过夏令营的学生 当时有全国各地的孩子们都来 非常的热闹 我记着我前有十年重温一下当年小时候的感觉 跟他们说这里特别特别好 有各种科技馆 有各种各样玩的东西 有里面有花园啊 有喷泉 说特别好 我老婆呢 她是没去过 因为以前 她是北京通州人 那个中心呢 是在北京西城区 比较远 我平时因为上班吧 也不方便去 所以呢 趁着一个周末 把父母啊 老婆全说动了 我们全家开车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我因为我心情特别的迫不及待 好多年没去了 然后呢 就心中冲的往前走 一人走到最最前面 结果到了这个门口呢 被这个保安给拦住了 然后 我们觉得很奇怪 我说 这里不是那个商量核顿中心吗 为什么不让进啊 然后保安说 你不能进 你不能进 当时我就懵了 我心想我为什么不能进啊 好来保安跟我说 说 说你是大人 你是成人 这是为少年儿童开放的 然后这么一说 当时我就 哦 当时就恍惚了 明白了 原来是自己长大了 并不再是少年了 不让进了 然后我说 怎么能进 他说 除非你有孩子 都能带着 我说有孩子 我说你等着 赶快打电话 我说你们在哪呢 我说快点 我在门口拦住了 我说赶快赶快 有几分钟 大部队 从后面 好好当当的开过来了 我们家姑娘 那时候刚 几岁 五岁 走在最前面 开路 我在后面 然后是我老婆 我妈我爸 一个孩子 带进了四个大人 就好好当当开进去了 特别的 哎呀真是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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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